教会的事 应该有人管吧 反正我也不太懂 就不错热闹了 我们在对待教会时 是否也带着这种 势不关己的态度呢 没错 教会里是有人在 现身担当事工 但我们不能 因为别人现身 却不做自己 本该为教会做的份 上帝对我们每个人 所期待的角色都不同 为了让我们担当 这些不同的角色 祂把各样的能力 也分别赐给了我们 当我们使用各自的能力 在教会里互相搭配 合而为一时 上帝的事才能顺利进展 上帝根据个人的情况 赐下能力 叫我们服侍教会 这不仅是为了成就教会的事 也是上帝带领我们 进天国的方法 我们如今得到了救赎 意味着我们与罪的支配 断绝了关系 那对我们来说 重要的是今后不再陷入罪 为此 上帝不仅给了我们 侍奉教会的机会 还按照祂的旨意 给了我们侍奉教会的能力 更令我们感谢的是 上帝让我们通过 祂的能力做工时 不是像对待机器似的 要求我们完全一样 而是尊重每个人的特点 通过与我们密切的相交 来带领我们 有人以为 上帝重视的是整体的合一 不会在意像我这种 可有可无的人 这样的想法并非事实 上帝强调的合一 不是让教会所有人都成为一样的 而是在保持多样性的前提下合一 因为对上帝来说 我们每个人 都是祂计划中一件件 珍贵的战略性装备 令人遗憾的是 很多人说自己过信仰生活 实际上却藐视上帝通过教会 对自己的带领 我们在教会里 是要与上帝同行 而不是利用教会寻求宗教安慰 当教会需要我们的才能时 有的人不愿意把自己的才能 用于教会 觉得太可惜了 但当世界需要自己的才能时 他们反而很引以为豪 想一下 这样的态度会让祖多么难受 要知道 祖为了把侍奉上帝的能力赐给我们 受尽了各种苦难 世人认为 自己拥有的一切 本来就是自己的 或者一切都是凭自己的努力换来的 但属基督的我们承认 我们拥有的一切 都是从上帝来的 我们既然这么承认 就要思考 上帝把这一切赐给我们的目的 不要只顾着求自己的事 忘记上帝是通过教会在带领我们 让我们摒弃对教会的事 袖手旁观的态度 竭力使用上帝所赐的能力 做上帝喜悦的事吧 让我们承认 救赎我们的上帝 正与我们同在 并带领着我们 Zither Harp Zither Harp